大家好 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脚膜在切割片上呢 有一个小切环 那这个切环有什么作用 很多人都说不上个Z3 很多人都认为 有这个切环 我们安装切割片的时候 是这样安装 没有切环在这边 它是朝下的 那真的是这样安装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切环到底有什么作用 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切环 朝上安装一下 大家看 我们直接把这个切割片 给它拆掉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没有切环 这里面有切环 那切环朝上安装 很多人都说 用这个压片来压这个切片 这个切片比较光滑 它一压接的时候 不会那么的紧 脚模机在运行的时候 它不会越转越紧 当我们下次更换的时候 就比较好更换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切环和这个鸭片的大小 我们来指一下 这个切环呢 要不是这个鸭片呢 小很多 大家看 我们仔细的东西 就能知道 这个鸭片比较大 而这个切环呢 是比较小的 它们之间根本不笔配 那我们压上之后 它在这个比较 大家看 很明显 所以这个切环 它根本不是朝上 或者说朝下的取存 那这个鸭环 它说白了 就是来固定 这个名牌的 厂家的一些信息 那这个切割片的一些规格 这个切割片的材料 这个切割片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所使用 都是啊 这个时候呢 有明确的表示 所以厂家呢 就为了保护 它这个名牌 就把这个切片呢 给它放上了 如果没有这个切片的保护 那这个名牌呢 我们在切割的时候 它就会飞出来 那高速旋转的时候 这个名牌 虽然它是一张纸 那它也是非常厉害的 如果不小心飞出来 那就会啊 伤到我们的操作人员 所以就用这个切环 来固定这个名牌的这个信息 如果这个切环 能起到一个安全的作用 那为什么它在这边呢 直接没有把这切环打通 为什么两边不放切环呢 这边放了切环 那这边放上切环 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只在这边放切环 而且这个切环非常的薄 只是表面固定了一下 它没有打通到这边 这个切合片呢 这么薄 而这个切环呢 非常薄 它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能给我们带来安全吗 大家想一下 那它真正的作用啊 就是来固定这个名牌的 把这个名牌的这张纸呢 牢牢的压在切环下面了 不让它飞出来 就算我们把这个切割片呢 运到很小很小 那这个名牌日然会保留的很完整 不会飞出来 大家看 这个切割片呢 再运一段时间就和名牌同样大小了 那它就不会飞出来 而这个名牌它的作用 就是啊 我们脚毛机切割片呢 使用到和这个名牌大小的时候 不能再使用了 我们要更换 它的最小使用直线 也就是名牌的这个大小 大家 非常的明显 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是吧 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啊 脚毛机切割片上 有个切环 有个安全环 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里面 我们日时来交流学士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